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期视频比较特殊 我们要讲解的是吉利斯记录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描述 某某蛇登上了吉利斯记录 得到了权威认证 因此把吉利斯与权威画上了等号 当然这里我得强调一下 一些真人挑战力的世界记录 确实是靠谱的 但吉利斯还有动物记录的板块 这本吉利斯动物事实与壮举 就是专门列举动物世界之罪的 那它到底权威与否呢 我们马上揭晓 第一项记录 世界上最大的圈养生然 最大的圈养生然 可能是1950年 美国666动物园收到的个体 这条蛇刚到时只有4.98米49公斤 1954年长到了5.66米73公斤 到了1957年 它的长度达到了5.94米91公斤 1960年 它长到了6.27米 但不久后就死了 从这些数据来看 都是比较贴近真实的 起码没有89米满天飞 所以这项记录 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第二项记录 英国发现最长的蛇是水游蛇 最长的水游蛇标本 可能是1887年 在南威尔市捕获的雌蛇 全长1.775米 大家要知道 英国一共都没记中蛇 水游蛇确实是最大的 不过英国的水游蛇 是这种黄文水游蛇 考虑到这本书是1982年的 当时黄文水游蛇 还是水游蛇的亚种 所以这项记录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项记录 世界上最长的毒蛇 是眼镜王蛇 他这里提到了1924年 报道的5.58米个体 以及1937年 在马来西亚捕捉 后来送往伦敦动物园 俊阳的5.72米个体 当然前面的5.58米记录 是有头部标本的 而后面的5.72米记录 毛都没有 但从引用文献的角度出发 他这样写是没毛病的 第四项记录 已知最长的海蛇 是Yellow海蛇 有报道称 最大的Yellow海蛇 可以长到2.7米 这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认为 最长的海蛇 就是Yellow海蛇 和青黄海蛇 它们都有最大2.7米的报道 第五项记录 现存最重的蛇 是生然 它这里根据 长度小于6米的 圈养生然 推算出9米生然体重 可以达到272公斤 这也是纪录片中 常用的生然最大数据 有在纪录片中 看到过这两个数据的 可以在公屏上说一下 没想到吧 都是推出来的 那么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最重的蛇类个体 应当是圈养的网文莽 16070公斤的都有 不过野生网文莽 有70公斤 就算很大的了 100公斤是非常少见的 而生然有不少 100公斤的个体 平均体重 也比网文莽重很多 第六项记录 世界上最重的毒蛇 是东部林班香味蛇 1946年 一个名叫拉特里奇的男子 杀死了一条巨型东部林班香味蛇 全长2.36米 体重15.4公斤 这个记录我们之前的视频中也讲过 它并不是圈养肥蛇 而是野生个体 这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同时它这里也提到了 乌干达捕获的 11.3公斤 加彭斯奎 以及纽约动物园圈养的 12.7公斤 眼镜王蛇 都没有东部林班香味蛇重 现在的话肯定眼镜王蛇 是最重的 但我们以当时的眼光来看 这项记录是OK的 第七项记录 世界上最重的海蛇 是吉林海蛇 吉林海蛇是维度最大的海蛇 最长可长到1.8米 2021年在冲绳采集到一条超大个体 全长1.75米 体重3.66公斤 这个体重对于其他海蛇来说 是望尘莫及的 第八项记录 世界上最短的蛇是双线细芒蛇 它主要生活在马蹄尼克岛 圣卢西亚 巴巴多斯 曾经在1965年 理查德检查过的 八个双线细芒蛇样本中 最长的只有10.8厘米 所以被认为是最短的蛇 不过2008年 新发现的巴巴多斯细芒蛇 打破了这一记录 它的体型比双线细芒蛇还要小 迄今为止发现过的最大样本 只有10.4厘米 放到直径2.4厘米的硬币上时 是这样的效果 第九项记录 世界上最短的毒蛇 是纳米比亚斯奎 位于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斯奎 成年平均长度只有22.8厘米 同时它还提到了平均25.4厘米的 猪乳斯奎和平均26.7厘米的条纹花斑蛇 幸好我之前做过斯奎署的介绍 纳米比亚斯奎确实是最小的斯奎 也很可能是最短的毒蛇 第十项记录 吞食能力最强的蛇 这里列举了一些特别能吞的蛇类记录 比如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 杀死了条1.51米开普错蛇位底 发现了条1.086米的埃及花条蛇 一条0.85米的非洲眼蟒 一条0.54米的南非水蛇 以及一条0.49米的拓蛇 好家伙你是真能吃啊 还有更夸张的 1955年一条4.87米非洲眼蟒 吞下了一头59公斤的黑斑铃 这是当时有记录的 被蛇吞下的最大动物 除此之外 他还列举了一些巨蟒吞人的记录 在1927年 印度尼西亚一名14岁男孩 被一条5.2米网纹蟒杀死并吃掉 1960年 巴基斯坦一名8岁男孩 在家附近的稻田里采米时 被一条6米长的印度眼蟒吸鸡并吞掉 1979年 一条4.6米非洲眼蟒杀死了一名13岁木桶 不过蛇只吞下了小孩身体的一部分 这些记录中有多少是真实的 目前不得而知 但巨蟒确实能吞下小孩或者身材瘦小的成年人 从2017年开始 东南亚陆续出现了网文蟒吞人事件 而且全部都拍了视频照片 这表明巨蟒吞人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电子产品普及了 人手一部手机 更容易记录和流传出来 第十一项记录 世界上最毒的海蛇是黑头海蛇 等于贝尔策海蛇 1972到1973年 一个研究小组开着研究船 在地文海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巡航 并采集了100条海蛇样本 后来其中一名科学家 日本的田工博士 于1974年发表了海蛇读性测试 他发现贝尔策海蛇的读性 比任何海蛇或陆地蛇强100倍 没错 贝尔策海蛇就是吉尼斯这里吹起来的 然而田工博士发表的文献中 并没有提到什么比其他蛇强100倍 而且一共是453条海蛇样本 并不是100条 而贝尔策海蛇的LD50也只有0.24 在表格的六种海蛇中有三种都比他强 只是有一条个体测出了最低致死量0.017 那我们就以同批侧蛇的海蛇来做对比 除了贝尔策海蛇以外 最强的是美丽海蛇的0.12 也就比贝尔策海蛇的极端个体弱7倍而已 所以这个强100倍 纯粹是吉尼斯作者在乱吹 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真看不懂 反正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以为贝尔策海蛇能秒杀所有陆地蛇 可以说这段话误导了全世界 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疑惑 这里黑头海蛇怎么等于贝尔策海蛇呢 可能是因为早期菲律宾发现的贝尔策海蛇标本 其实是黑头海蛇 而澳大利亚的贝尔策海蛇被重新修订了 在1978年出版的独树期刊中 科学家列举贝尔策海蛇的LD50 是特意把名字改成了海蛇鼠 也就是说由于分类学变化 没人知道田工博士用来做实验的贝尔策海蛇 到底属于哪一种海蛇 当时可能有人把贝尔策海蛇等于黑头海蛇了 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学到了知识 还请给我点个免费的三连 下期我们接着看吉利斯世界之最 看看还有没有乱吹的情况